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首先頭條來看到是美國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是否訪問台灣持續延燒 大陸態度非常的清楚 就是包括了大陸國防部還說 如果裴洛西訪問台灣 大陸軍隊絕對不會坐視不管 在大陸高分被劃紅線之後 我們來看到 也就是彭博士表示 裴洛西8月初的亞洲之行 包括了日本 印尼 還有新加坡 但是已經加劇了美中關係的 也就是潛在台灣之行 還不在官方的行程之內 那您覺得 美國是會擔心 中國大陸真的開火嗎 所以裴洛西不敢來了嗎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聚焦說 因為裴洛西的議題 其實中美紛紛亮見了 天天說大陸讓南海情勢很緊張的美國 我們來看看這個時候 他又派出了雷根號 里根號 進入到了南海這個地方 這張圖就是中國大陸的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畫 提供的追蹤的訊息 美國的航空母艦 雷根號 里根號的打擊群 包括什麼呢 一艘的飛彈驅逐艦 西金斯號 西金斯號 還有來看到 包括的是說 飛彈的巡洋艦 安提坦號 安提坦號 這些船隻 在25號結束了 新加坡的訪問之後 就朝東北的方向南海來前進 美軍還沒有透露說 它的最終的目的地 但是如果這個雷根號的打擊群 延續同一個方向往前走的話 航母編隊的航線 就會抵達到台灣海峽了 對此來看到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竟表示 美國再次的派所謂的航母 來到了南海大秀肌肉 到底誰才是南海 還有亞洲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呢 另外這個是美國的部分 中國大陸也亮劍了 我們來看到包括說美國智庫叫The Drive 他透過衛星發現了解放軍的相關佈局 譬如說距離台北這個地方 大概是200公里 就是200千米左右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在福清市隆田鎮的隆田機場 他就發現了這張圖 也就是來看到有像是殲-11這類的重型戰鬥機 而且還發現21架的殲-6戰鬥機 根據對比之後發現說這21架的殲-6戰鬥機 實際上其實是殲-6W型的無人機 他不僅能夠擔負的是圖房的任務 還能夠去執行反輻射作戰任務 壓制台灣的軍隊嗎 比如說各種的遠程預警雷達 還有防空導彈陣地等等的 在此之前殲-6W無人機 他曾經也有公開亮相過 當時來看到殲-6W無人機的機翼下 其實還這樣子掛載著藍色的電抗吊艙 證明說他不僅有很強大的反輻射作戰能力 還擁有在複雜的電磁條件作戰下的能力 而且在必要的時候 他還能夠做成是電子戰機的使用 大陸媒體其實有分析說 在過去很多年的跨海峽的軍事鬥爭的準備當中 這一款殲-6無人機 就是中國大陸空軍準備進行第一波起飛的力量 第一波攻擊力量 所以要特別來關注一下 接下來無人機 他會根據預設的程序 以團為規模從空軍的軍場站上面 當中來起飛飛往到台灣的上空 而且機上安裝了田莊以盾計算的彈藥 裝要之後就會有一定的 電子戰能力的反輻射導引設備 而這種飛行的特徵 其實與電磁特徵都會讓 好像跟有人開的這些飛機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就說他能夠欺騙到台灣軍方的 各種地空導彈雷達相關的鎖定 就以為他真的是有人開過來的 而在發現這些開機之後的防空陣地之後 殲6無人機就會一頭俯衝下去 那成盾的戰鬥部 還有煤耗盡的這些燃料單機 甚至它能夠摧毀怎麼樣呢 它能夠摧毀一個防空陣地 另外殲6無人機跟無人機相比 它實際上很像是一種以跑道為發射器的 一次性的反輻射無人機 因此它的原理上說它的飛行控制程序 就是沒有回收功能的 要不然就是找到目標之後撞下去毀掉的 不然就是燃料耗盡之後 按照預定的程序到目標點來進行打擊 總之它是不會想要飛回來降落的 再使用第二次的 意思就是它一出動就是沒有打算二次使用 台灣當然要特別來注意 因為目前台灣擁有的防空導彈的密度 是非常高的 儘管之前大家都有來講說 台灣的導彈能力是怎麼樣呢 台灣軍方自己有自稱說 論排名僅次於以色列能夠排到世界第二 那有起來看到是愛國者的防空導彈 大概有9個連 主要是部署在台北 台中跟高雄三個地區 而部分的愛國者的導彈連 會用機動作戰的方式 對解放軍的實際行動 實際機動作戰會有考慮到 但是因為愛國者的防空導彈的數量是不足的 所以台灣這邊其實也自產的 就是天弓三行的防空導彈逐漸成熟 台灣估計要採購是12個連 要作為是愛國者防空導彈的有效補充 好 這兩款的防空導彈 就是目前台灣軍方整體的戰鬥力 最強的防空導彈 同時也考慮到解放軍擁有的戰鬥機的數量 遠遠超過台灣 所以台灣的裝備大量性能比較老舊的 也就是來看到像是霍克 霍克系列的防空導彈 另外為什麼這個跟殲-6W反輻射無人機有相關呢 因為殲-6W反輻射無人機 跟中國大陸裝備的大量反輻射的彈藥 比如說來看到就是殷-9E反輻射導彈一樣 它主要都是負責壓制台灣的雷達戰點 還有防空導彈的系統 那陸媒就分析 由於台灣的防空導彈數量真的蠻多的 那你去用所謂的殷-9E的反輻射導彈進行摧毀 會顯得有一些牛刀殺機嗎 但是這些台灣的防空導彈 本身又具有存在巨大的威脅 這個時候殲-6W反輻射無人機 因此派上用場了 而這一次來看到行星實驗室公布的衛星照片上來看 殲-6W反輻射無人機 就是跟殲-11戰鬥機部署在同一座的機場內 證明說殲-6W反輻射無人機 雖然在機身內部填充了大量的炸藥 用於作戰的時候 但是它平常的安全性還是蠻不錯的 在飛控軟體 軟件 還有地面操作人員的控制之下 能夠像有人駕駛的戰鬥機這樣子 可以正常的起降作業 再加上它是一款 退役裝備的殲-6W反輻射無人機 它整體的改裝或者是使用成本 是十分低廉的 而且它從東南沿海的機場乘批起飛 用編隊的形式行動的殲-6W反輻射無人機 它可以直接對台灣各地方的防空導彈陣地 還有雷達戰點上一擁而上 被稱為叫做飽和式的攻擊 陸媒就認為這些就能夠有效地 重創台灣的防空系統 而且在確認台軍的目標遭到摧毀之後 剩餘的殲-6W反輻射無人機 則可以在機載飛控系統的攻擊之下 轉而去攻擊下一個台灣軍隊的目標 陸媒還提到說殲-6W反輻射無人機的作戰目標 不僅限於對台灣的防空系統 其實海軍的航空兵 也就是殷-9-1的反輻射導彈 它其實有攻擊美國宙斯頓戰艦的能力 所以殲-6W反輻射無人機 同樣也可以在有必要的時候 透過加掛副油箱增加它的航程 對可能會出現了美軍的地面目標 海上目標 開展各種所謂的自殺式的攻擊 重創美國的軍隊 好 那針對裴洛西如果真的訪問台灣的話 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表示 期待解放軍的戰機 做一次了不起的半飛 環球時報的旗下微信公眾號 舒密院10號 他甚至還說 共機可以派什麼呢 殲-16 殲-16D或殲-20 對裴洛西專機來半飛攔截 來看到這次書面10號有提到說 假設裴洛西從華盛頓出發直飛台北 他會經過哪裡呢 從地圖上來看 也就是從太平洋的北部 甚至是譬如說北冰洋的附近 飛過來然後繞過日本的空域 結果呢 從東北向西南飛到台北這個地方 這中間就會經過了台灣 這附近這個地方 也就是大陸的東海附近的空域 按照一些航空公司給出的一些數據 華盛頓去飛往台北的距離大概是多少呢 七千八百五十英里 也就是大概是一二六三三公里 一萬多公里 那這麼長的距離要用什麼樣的飛機呢 據說美國軍方要提供的飛機呢 首先會想到的就是呢 包括C17的運輸機 因為它個頭很大 還有專門呢 要人運輸的改裝模塊 之前呢其實有用過 比如說C17擁有比較完整的 電子戰備等等的 有一定的自我防衛能力 面對攻擊時不至於是完全坐以待斃 陸媒就提到說 但是啊這個C17呢 從華盛頓直飛台北的松山機場 如果不進行空中加油的話 它是做不到的 之前有七十一架的C17 最大航程是四千四百公里 那後來所謂的ER型 也就是增程型 它其實最大航程也是五千兩百公里 這是在載貨的狀況之下 按照波音公司它的數據呢 它的最大空載的航程是一萬多公里 如果是另外一款是VIP的模塊 加上行李啦 人員就算能飛一萬公里 還是不能滿足直飛的要求 當然C17還可以進行空中加油啦 但是因為搭載的是重要客人的時候 你還進行空中加油 似乎風險有一點高 另外一種方案就是說 比如說中途歇歇角 有一些緩衝的地方 比如說從日本或韓國的基地起飛 再往台北 那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美國不是有三名的參議員 率領共和黨還有民主黨 大概十個人 三個小時閃電式的訪台 當時就有一架編號是5105的C17A 降落到台北的松山機場 那陸媒就提到說 無論是直飛啦 或者是說從日韓的基地飛 裴洛西的坐機都會經過哪裡 這個地方也就是東海附近的上空 這就是大陸可以進行半飛或攔截提供的可能性 它的航線完全在中國大陸 陸基戰鬥機的作戰半徑內 到時候中國大陸的戰機 比如說殲16或者是殲20 在預警基地的指揮之下相互配合 一潛以後 然後一米一岸就可以進行半飛攔截 以及殲16D 那就可以變成電子戰的飛機 進行壓制支援 那陸媒就說在裴洛西處於東海上空的時候 其實可以先衝半飛 透過無線電進行溝通 畢竟這個時候他還沒有犯所謂的國際法 但機關即將要進入到台灣空域的時候 其實可以進行警告或者是攔截 當然美軍可以從兩個方向來派出兵力進行護航 第一個當然是怎麼樣呢 當然就是比如說從日本的沖繩基地 另外一個就是可以派出雷根號 也就是里根號的航母在附近 或者是到台灣東部來航行 然後再派出艦載機進行護航 比如說在去年 美國議員不是有訪問台灣 那美國的印太司令部 同時也安排了美國航母 在里根號戰鬥群 在台灣東部的外海航行 要確保說三位議員的安全 而對於台灣部署在本島 或者是外島上的防空系統 可能會對中國大陸進行跟蹤監視 中國大陸才會派出所謂的殲16D 來進行相關的壓制跟支援 那陸基導彈的部隊 對美國航母也進行了威懾 這樣子的話陸媒說 美國甚至也討不到什麼便宜 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的被動 大陸戰鬥機群緊急升空 外傳美國政院議長裴洛西 若真訪台 大陸將在東海上空派出殲16 和殲20半飛並攔截 而殲16D電子戰機 將負責壓制支援 外界猜測 裴洛西將搭C-17運輸機 飛抵台灣 但無論什麼路線 都將經過東海附近上空 完全在解放軍的陸基戰鬥機 作戰範境內 敏感時刻 美國航母雷根號打擊群 卻被發現離開新加坡 朝南海前進 若方向不便 將抵達台灣海峽為裴洛西護航 但他到底會不會訪台 美國國防部長證實 的確和他談過相關事宜 並提供安全情資 甚至有幾名議員表示 疑惑裴洛西邀請一同訪台 拜習會第五度談話 將在美東時間二十八號登場 台海緊張將是會談重點 美方強調不樂見台海局勢 片面或武力解決 並重申美國對一中政策承諾不便 外傳佩洛西八月初亞洲出訪行程 將前往日本印尼和新加坡 但知情人士透露訪台蘇習 已讓中美關係很緊張 現階段尚未排入官方行程 記者總和報導 說到了操作台灣盤 日本跨黨派的國會議員 所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 也跟風訪問台灣了 二十七號中午抵達台北的松山機場 展開為期四天的訪台行程 共同團長前防衛大臣石破茂表示 這次議題會圍繞在區域安全上 至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是否有給予訪問團任何指示呢 他有說沒有做事先的交流交換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三十分鐘來包蒙蒙水 放通心情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CP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CPI44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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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